急性心更暗立 以为是胃病 2021年1月31日 剧烈胃痛后到医院挂急诊 验血报告显示是急性心更 医生建议做支架或者搭桥手术 住院第三天指数便正常 便没有做手术 出院后去疗养中心住了一个月 途中有缘 遇到一位陌生人推荐原始点 因此于2021年3月4日 来原始点公益中心调理 原始点调理前的症状 一 胸闷不能长时间说话 二 爬三层楼就胸闷 胸痛没力气 三 看书或看手机 头会轻微摆动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 按推 每星期按推四至五次 从最初按推时剧痛到现在比较适应 只是按到背部位置有比较轻微压痛的感觉 整体按推效果十分显著 二 内热源 每天喝干姜片150克熬煮的姜汤代替喝水 吸收热能 另外由于痔疮问题 每隔一天就塞姜条到肛门温敷保健 三 外热源 每天在家用红豆袋温敷两至三小时 晚上睡电热弹 外出会肤暖贴 在心脏位置及背部 以保持每天长时间温敷 四 运动 每天运动一小时以上 慢步走 爬楼梯 练巴断脊 五 心态 经历了心脏入院 心态变得较平和 凡事往正面看 六 作息 之前常夜间应酬和白天开会不停讲话 现在保持正常作息 常做运动和热肤 感觉中气更足 脸色也红润多了 七 饮食 用姜汤替代喝茶水饮料 是我最大的改变 另外 少吃肉和少盐 少油 少调味 多吃辣椒 身体感觉轻松多了 原始点调理过程 调理第一天 第一次按推上胸椎时 会牵扯到心脏刺痛 按推时 在舒缓上胸椎时 心脏会感觉刺痛 按推时稍加用力 心脏刺痛得厉害 调理第二天 按推第二次 上按摩床趴下的过程中 心脏刺痛 不敢快速趴下 趴下后 心脏部位感觉压迫疼痛 按推时还是牵扯心脏刺痛 调理第七天 按推第五次 按推时加点力 当时心脏很痛 但回家后就没有前几天那么痛了 调理第八天 按推第六次 按推再加力时 心脏刺痛比上次减轻 调理第十天 按推第七次 按推时 心脏刺痛感改善九成 长时间说话气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 上楼爬到第四层要歇一下 但没有胸闷胸痛的感觉 看书或看手机 头轻微摆动改善九成 调理第三十五天 按推第二十二次 按推时心脏刺痛的情况完全改善 趴在按摩床上也没有刺痛感了 可以一次性爬到六楼 而没有感到胸闷胸痛 看书或看手机时 头摆动的问题也完全解决 个人感悟 身体是自己的 保养好才能做想做的事情 原始点的调理方法比较简单 不用打针吃药 补充热源最关键 加上改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息 只要相信就容易做到 也不花费冤枉钱 感恩张昭汉医师发明的原始点 感恩义工老师们的付出 感恩 Stewart 感恩银戇